刚吃完一只小炎羊 我的肚子圆滚滚的 又来了一只饭后甜点 你说我吃不吃呢 不吃白不吃 有你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周睿陈子 我现在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杂多县昂赛乡 那么这里呢 被称为中国的雪豹之乡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叫做大猫谷 因为这里是三江源地区 雪豹的主要栖息地之一 那么同时呢 这里还生活着很多的野生动物 今天我要跟随当地的牧民向导 一起去寻找这些野生动物们的身影 也希望今天我们有更好的运气 可以一读雪豹的真容 平时我们来到这个山里面观测雪豹 都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啊 去的话在拉近那些不要人 还有那个在拍动物的话 200米在紧 不让紧 200米的安全距离 不能带走 从这儿带走 石头那些 哦好的好的 明白了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好的好的吧 向导采改的家 位于中国首个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 南苍江园区内 2017年 昂赛乡成为了这个国家公园内 首个开展生态体验 特许经营活动的试点 2018年 当地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 对包括采改家在内的22户自然体验 接待家庭 开展了培训 向导采改告诉小新 成为向导以来 他陆续接待过来自美国 法国 英国等世界各地的访客 大家可以看到 昨天这里是下了雪 我身边的这个大山 已经基本被雪覆盖了 这其实给我们今天寻找雪豹 增加了一些难度 而且这边的海拔 有大概4800米左右 走几步就已经非常吃力了 这里野羊 颜羊 颜羊斗 那一般 我知道颜羊是雪豹的主要食物嘛 颜羊多的地方是不是就雪豹就多 就是 颜羊多的话雪豹多 颜羊好惨 经常它吃颜羊的 那现在呢 我们其实已经走了一上午了 也没有看到雪豹的身影 倒是看到了很多颜羊和白马鸡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找一个相对平坦一些的地方 解决午餐 等我们吃完午饭继续出发 泡面风干肉 就是我们今天的午餐 这不是行座的表情包 方便葬户吗 在这时有时无的太阳马上就要下山的时候 我们终于终于看到雪豹 雪豹两只 真的太幸运了 热烈云荒 小心了解到 玉树舟将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 完整性的前提下 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 积极推进蓝沧江和通天河流域 昂赛大峡谷 徒步自然体验 昂赛雪豹 野生动物自然观察等 预约定制限量式自然体验项目